其實每個國家都有 不同的這個習慣 有些人可能去神社 有些人會去教會 其實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一個趣味 這個國王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國王派這個由來 這個就是一個聖經故事 就是說東方的三個博士 他們看到這個天象 就是星星 他們說要有耶穌要 知道馬朝有一個耶穌要降臨了 所以他們就帶了這個禮物 然後千里迢迢來到耶路撒冷 然後來拜見這位未來的救世主 沒錯 比我懂我們的歷史 我們都是在一月六日 用我們這個比較傳統的節慶 送給小孩禮物 小朋友拿到禮物以後 我們要跟家庭聚起來 再一次吃一個大餐 然後我們那個大餐的甜點 就是這個 然後裡面我們會塞 好玩的是在這裡 就是裡面會塞一些 桃子的玩偶 或是一個乾的豆子 然後如果你吃到那一塊 是有玩偶的 這個是代表 吉利 你的 那如果你吃到那個乾的豆子 代表 這是倒楣的 就是換你請客 你要付那一餐的錢 而且這個國王的國王派 其實滿好玩 現在也滿多 越來越多台灣的年輕人 會去買這個派來玩 那我們既然這樣子 我們就來挑看看好不好 你們知道台灣 其實我們在吃水餃的時候 有一些會包一塊錢在裡面 就一元付食 萬象更新 就是一個含義啦 吉利的含義 但也是很多人咬到那個 就牙齒斷掉了 那這個也是代表好運吧 對啊 有人吃到了嗎 還沒耶 還沒 有嗎 我的好像沒有塞過 小禎姐 拿到了 拿到了 有了嗎 小心 有了 這樣就對了 要用咬的 要咬到它 超級娃娃 對啊 恭喜 恭喜 快樂快樂 對啊 這是什麼玩偶 這應該是個小蜜罐吧 好可愛喔 好像就是那個 你們都衰咖 週一 週二 晚上九點 姐妹 站出來